海洋大学观光系的学生正在整理刚刚到基隆宇静滩所运回来的垃圾 在这次宣传基隆宇开岛的庆祝仪式上 特别赋予它环境永续的概念 而参与的成员都希望能够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我们配合今天的基隆宇登岛的记者会 那其实在登岛之前我觉得海洋的环境很重要 甚至岛上的观光的环境也很重要 为了让观光品质更好 所以呢我们海大观光系自发性的上去浸滩 那我们除了自发性的浸滩之外 我们每个月都还会用生态资源调查的方式 去调查基隆宇上面经常看到的海漂垃圾的种类 比如说我们捡到了宝特瓶 这个宝特瓶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大陆 比如说今天这颗大福球 它就16公斤了 我们还是要把它 对大福球16公斤 那宝丽龙 我们今天减食下的宝丽龙也二三十公斤 那我们减食完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分类的调查之后 再把资料回馈给基隆市政府 那基隆宇又是这个基隆最靠近的一个离岛 所以呢之前是因为一段时间的这个封闭 那在2019年开放之后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来做这个海岛净滩的活动 那同时呢我们在实际的也把这个基隆宇以及结合基隆 潮进公园等等这些的景点 把它包装成这个一日游二日游的一个产品 在我们的架上销售 这些年来都有不错的成绩 融入环境永续概念的旅游是目前最新的趋势 凤凰旅游总经理表示 基隆宇的登岛行程从搭船开始到登岛都非常有吸引力 配合环境永续的概念更加有意义 那我们一般配合像玉龙八号它的一个观光船 可以到基隆宇上面登岛 然后有专业的导览老师解说 然后可以登到体力好的可以上到这个灯塔 那下来之后呢它还会在附近 像像鼻岩啦等等这些区域做一个海上的一个巡游 所以我想对于基隆宇的这个推广我们是不予于力 那对于这个国人来讲的话 基隆宇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这个看看海 看看不同的这个地形景观 不同的地貌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去处 很多成员在体验基隆宇行程都觉得不需此行 尤其大家都具有环保概念 游城途中产生的垃圾 也随手带回来让海洋更干净 这样的永续旅游概念相当值得推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